据彭博社报道 全美各地学校本来指望着 带面积推广的新冠疫苗 能够让学校教学重回正轨 让学生们自去年三月以来 首次能正常到校上课 但是 开学仅仅几周 他们就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一个月 全美报告了近百万 年龄在18岁以下的新增病例 肆虐的DELTA变种 正在传染越来越多的孩子 截至上周日 全美已有2000所学校 因为疫情而关闭 比此前一周多了18% 不过 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统计 儿童中的重症率仍然不高 只有0.1%至0.2%的儿童病例 最终入院治疗 但是 激增的确诊病例 还是会给教学带来冲击 而5到11岁儿童的疫苗紧急使用 最早要到10月下旬 才有可能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 但尽管如此 多地的学校仍然不愿转为线上教学的模式 在学校防止疫情的蔓延不是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在一些防疫措施放松 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红州 比如说在犹他州 州府禁止学校发布强制的口罩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好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